章话县103年中小学联合运动会 于18日至21日共4天在章话县立体育场举办 参赛的学校计有县内23所 总共有2309位运动好手 及1665位对职员参与 18日上午由县长卓博员 副县长科成坊及县内各级学校校长等人 参加开幕典礼为参赛选手加油打气 开幕表演由南郭国小与平和国小舞蹈班的学生 带来精彩活泼的表演 带动全场热闹的气氛 我们在这次的中小学联合运动会 我们很感谢全县有238所 包括我们国立私立的高中 还有我们县属的中学小学 各级学校 各级学校总共有2309位的选手 一起来参与今天的盛会 我们这次的运动赛事 即将选拔出代表本县的选手 来参加在桃园举行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 以及在台东举行的全国小学田径锦标赛 卓县长表示 希望透过彰化县中小学联合运动会的办理 期面选手争取最高荣誉 成为未来彰化之光 县府对教育的付出 关注会不断加强充实 有坚强的教育力 就是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其勉大家共同努力 公益频道张华允 张华采访报道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